大家好 现在来分析一下Togcroft 的走势 这个是热图 你现在看到的是Togcroft 他已经一路往下 下跌了很多天 这几天呢 其实算是盘整 在盘整座 另外一个要注意到的是说 当他在 当他达到最最底的时候 这边有个很大的量 两个很大的很大的量 通常这些都是 纸跌的讯号 现在我们再去看一下他的Wallempofort 15分钟厨 这个是15分钟图 Wallempofort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他的这个红线 也就是POC 已经是一直一直的已经往上 伸出 伸出 股价呢 这边 本来是在 蓝线的底下 蓝线底下 今天早盘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在蓝线的 已经是超越蓝线的 已经是超越蓝线的 再看清楚的话 其实 刚才半个小时前的那个股价呢 已经突破的蓝线跟红线 哦 这些都是说 显示的股价已经开始走强的迹象 这样我们下午的策略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大家是要做短线交易的话 短线交易 这条线红色线跟蓝色的线 一定要守住 他不可以跌破这条线 如果 他有机会 回来 这条线上面 再反弹回去 可能就是一个 机会 你在看肥之前的 也就是这天 这条线 你看到吗 他也是 其实也就是刚刚好在这条线的上面 也就是说 股价呢 已经超过了 一天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的 POC 现在 现在 如果是说 他真的是在这边 回来 又上去 让他的 阻力 下个阻力 就会是这条线 这条线 三块九左右 这些都是短线的 一些 技巧 谢谢大家